全世界一個交換的頂臺 他說暑假三個月 我可以兩個地方各一個月 我有什麼方式把這個離島 很特殊的教育實驗機制 交流學習頂臺建起來 那我們這邊就是強調說是交換 所以我們可以有假日的 可以有暑期 那所有的這些交換 它都跟工作相連結 所以它是自體自足的 不用國家補助的 我們就讓它在這裡不會 它會24小時學習 我們對它領域也來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給它特餘的時間 它就去工作 它就會替像家榮 像這邊的一些在地 它有些優質的人力 雖然是短期一年也可以 每年簽約 明年還有新的學弟學妹未來 後方會到修補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呢 那課程的內容要什麼呢 什麼樣的方式 它非要來馬祖的可能 想一想是酒也許可以 那我想到一個比較科技類的 就是風力發電 就是說我們針對一些綠能的發電 我們可以在這裡有工廠 海洋的這個風力的工廠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到這裡有真正工作跟培訓跟實習 所以學校基本上大學就是高職的進階化 你一定要讓它是可以在上課跟上班是合在一起的 這樣也回答了 等一下這個科長會報告的關於我們在這裡的高中生 它其實欠缺實習場地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種實習工廠概念 由大學搭配營運的工廠概念 比如說中華電信 這些它在這裡也有一些 它們的一些設施 都能夠搭配大學 那另外呢 這邊所強調的 靠近能力的預程的部分 那 其實我們如果從原本是一個 戶員然後變成一個創業的人 那我們其實不知道很多 關於開公司的一些功耗 或者是一些經營者的一些想法 和那個思維 其實根本就是要換個腦袋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希望在政府的一個角度 可以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一個觀感 和一些教育這樣子 那主要是說 我希望說 可以用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角度來看這個 有拿著經濟發展的方向 那為什麼要這麼說 這邊有提到一個共好模式的部分 那我這邊其實這個不要 希望不會得罪人 因為正是在2012年的時候 這個馬報的一個新聞說 三龍再開一家新的差異裡面所見 然後競爭經過什麼 戰略時代 然後他最後一段結論就會在講說 從何彩禮茶 發酵茶 我們先講同道文校的 然後其實大家現在看 回到那前 檢報前面那個 五年 百分之九十九 可能在證明我們這個狀態 你會發現 我看不在了 發酵我在了 微笑也不在了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子的一個在國市場 對我們的創業環境是好的嘛 那這是我們在前年的時候 去光榮的那個姜麻園 那姜麻園的部分 他們的主要的那個產品就是主題 就是姜 然後他們厲害的是 就是他們說的這些 基本上是農裝產品公園 他們的產品每一家都不一樣 都是姜 但是有從姜的食品 到姜的保養品 到姜的一些 各式各樣的副產品 但是它是一個更好的模型 它不會 副產界真 造成一個如何的一個狀態 因為時間到好 你知道嗎 好 那 所以呢 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直接講人才培育這一塊 的一個結論好了 那 如果說這個要推動創業 要提供一個平台 然後要提供培業課程 第一個 第一個我覺得要 除了說培育這個創業者 他的一些創業的一些脳號之外 就是有一些比較 設計思考去解決問題能力的 教育的學業之外 再來就是 創業者的家庭 你可能也要給他一些培育 就是讓他知道說 創業其實是有前景的 不是只有選擇進攻 你才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那 像 剛剛 人才培育部隊 我們可能就先講到這一點 那如果說 下半場還有一些 青年創業的一些 部隊 有在 在 在大埃齊桌上 我已經簽出了嗎 沒什麼 失業的人口 出現 因為 會發生就是 失業的人 他不會在這邊做求財跟計 他失業可能就直接去 海湖外面 馬圖目前就是 近年 陸續有外地的廠商進駐 譬如說 金群他其實也算外地的廠商 那因為發生比較偏 顧問公司比較不會發動的事情 就是 有些外地的封城廠商 會有些災害的發生 以今年為例子 就有四起職業災害的發生 比方說 高處墜落 或者是說 空地踩到一些釘子 那像這種情況 都算是子災 但是在馬祖林 會可能醫療環境阻礎 或者是說 我們這裡沒有工業安全的檢查人員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沒辦法去做事前預防 往往都是事後發生之後 我們這邊只能做通報 中央勞動部 讓他們再派人來這邊做看齊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近年性別意識抬頭 在馬祖林政論廣告上 十有所聞看到寫謝女性 其實這些都是違反就業平等法 就是有就業歧視的部分 因為 他雖然看起來很單純 但是其實就是違反 那我有去探究其實 為什麼他會這樣寫 那他的出發點其實也不是真的 他就是覺得女性 他老闆是女生 他覺得我跟女生合作比較能量 那就是你的就業廣告 你不能一開始就火定的男性 因為男性也可能跟你兒子 你不能一開始就火定的男性 你不能一開始就火定的男性 那我們可以歸納出 五個目前馬祖的就業市場的困境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勞動環境比較差 我舉一個例子 那可能跟我們這裏 我們應該跟企業主講 你搬友善市場 這種認證 或者是這些措施 你能得到什麼 你能提升什麼 因為企業降本求力 你叫他提供剛剛那些的成本 他如果沒有一個利益 他其實是不願意去做的 那我們 你願意帶大家去友善市場的光明 那提升企業動機 我們將專家輔導 專家輔導 或者是說 將經驗豐富的專家 帶入入場去評估 那中小型企業的輔導 其實提供減額表 減額量表 減額量表 讓你知道你現在離友善市場 大概多久 那現在就是輔導地區青年 他創業的部分 我們可以讓他走向那種 微型企業 微型企業的彈性比較大 可以走向這種方式 那這個是我針對 有善市場的整法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 我想人才的培育 我們必須要 待會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說 從教育的角度 或者從怎麼結合民間體驗 或者從人才的培育 第三個就是 人才的參與 我們怎麼引進外來的人才 參與到我們將來整個 不管是公共們也好 師傅們也好 那第四個就是 我們要去做的就是 怎麼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跟機會的體驗 他留不住 為什麼時間到了 他就走人了 我想這些問題 可是今天如果他在這邊成家 就業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有是不是 營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讓他留下來 我想這個隊伍來看 非常 那佳榮講的更精彩了 最後講一個 幸福 我們憲徒母竟然是 最大的事業體 而且他是造成人才 留不住的一個最大的 這個 其實佳榮講的這個 其實我們以前 也在提這個問題 我經常都鼓勵我們自己的約會人 你要嘛 考試 如果想留在公子 就是考試 你如果說 覺得 這個公共們對你來講 只是個過渡 我說 你考慮不要做 你如果有自己的興趣 在民間 你可以參與民宿 不過我必須也跟佳榮講 佳榮剛才講的民宿 其實正經跟我合作的 不過我也不去跟佳榮講 我講你還好 你進來 為什麼 我到現在為止 我的生活想 能夠給我們更多的音樂 借錢 好不好 謝謝 就是秉斌這邊講的 報告 勞作回應 再回到的是最前面 那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今天有一個主題 談的是 勞動政策 就是談的就是 友善的就業環境 那其實 所謂我們在談的 就業環境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 東西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秉斌剛才談到 其實秉斌還蠻認真的 把這些很多的細節都講得出來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回應 那就是 勞動環境 秉斌也有講到 再來就是薪資 薪資平等 就是同工同酬 或是他所謂的工商 或是勞資糾紛 或是他在性別裡面的 某一些性別的人 他有沒有獲得 就是同等的就業保障 那這些是 我覺得是 政府要站在一個 更高的視角去看到這些層面 那對我來說 就我自己對於 麻糊的一些些的了解 那一個部分是 其實我蠻關心 秉斌剛才有談到的 就是秉斌的問題 那其實他剛剛談到說 秉斌在 就是他的就業環境裡面 其實麻糊的 現在的主要的 漁業的來源 的漁業的 勞動力的人口 就是大陸秉工 那可是大陸秉工 我們現在面對的什麼問題 就是他們在工商事件的時候 如果出現到 任何出現了一些 需要緊急做運 後送台灣的時候 他是必須自己承 承擔48萬的後送給的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已經 有去 立法院寫上過了 可是漁工 因為他大陸秉工的成分 他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在談 就業環境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這樣的族群 他是創造我們勞動 就是基底的一個族群 那我們再來談 性別的話 我們怎麼 我們現在麻糊所有的 長期照顧 我們的長期照顧裡面 是多半的女性移工 我們走到陸上 其實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群體 那這些女性移工 就在我們的家庭裡面生活 我們在談是家庭裡面 最為隱蔽的一個地方的時候 都會有家庭暴力 或是心情產生的 那我們怎麼可以忽視一個 所謂的移工女性 他的就業環境呢 就是我們除了談 我們自己的勞動環境之外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看到不同群群的 他們在麻糊的勞動環境 是如何 那我們可以怎麼去協助他 然後去讓這些東西 因為最底層的勞動者 他們承擔的業務最多 可是有一些薪資比較高的 他們是可能本身公務員 或是什麼的 他們可以推薦說 我不會 或是說怎麼樣 然後導致說 很多年輕人進去之後 承擔的責任 他的業務責任很大 可是有一些人 他可以更高 更穩定進去的時候 卻沒有承擔相同 相等業務 我覺得如果要談這個 勞動心資這件事情 憲政體制內 自己就可以先做一個調整 而且在談一個所謂的 因為我們在談勞動環境的話 環境其實不同產業 不同就業群體 它有不同的勞動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看 馬祖不同產業就職業它上面 或者是族群性別上面的人 它的困境到底是什麼 因為對我們可以很多 談不通法的去談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在馬祖要更聚焦 去看見這件事情 那也有聽說就是像是社工人員 現在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一斗自己是社工被子人 雖然我們有做這個 我們現在在輪化出相關的案子過世 那可是因為社工人員 他其實現在需要的是 你們台灣的人來 來補充我們社工的勞動力人口 那就是會回到我們剛剛談的薪資結構 他這個台灣的人來到馬祖租房子之後 他則是中央的薪資才三萬三 那他是有沒有辦法在這裡 就是吸引這樣的人才 如果是我們未來的教育師 也可以培訓這樣子的人在我們這裡 這是對於平均這邊的勞動環境的回應 然後因為老師他們剛才講的部分 就是那個關心老師 講的部分我就會想到很多的東西 就是會觸發我 有一些想像 那就是會想到說 因為老師剛剛在談的是 其實是學校開放性平台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會想到的是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現在做的是 戰地文化相關的教育輝煌等等之類的 是文化出這邊的案子 那我在大家想的是 想到學校 就想到其實我們都有城鄉交流 那我們城鄉交流 其實我一直想要做的是 馬府關於戰地歷史和平教育的實驗基地 對 然後這件事情我們未來在城鄉交流這一塊裡面 可不可以把台灣的學生拉進來 認識馬府戰地歷史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過去的歷史 他們裡面就是缺乏 馬府這一塊 金門馬府所謂戰地歷史 我們自己學習的時候 都沒有這一塊的歷史 那我們如何透過城鄉交流 讓其他台灣其他各學校的人 來做和平教育工作 也許是我們可以發想的 我們在馬祖可能在台灣有各機關 都有一些在那邊工作 我們可以建立這樣人才資料庫 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 我們現在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台灣這邊有多 哪些馬祖人在台灣哪些單位服務 那知道有這個資料庫了以後呢 那甚至於可以提供我們未來的年輕人 像我們剛剛提到說要考試嗎 其實我們準備一些考試 那我們有一些學長啊 或者有一些前輩啊 他們都有很好的經驗 甚至於他們在公務呢 也都有很豐富的經驗 所以這個人才資料庫的建立 就可以真的可以提供很具體的一個協助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以上的報告 謝謝 如果我們要去聯絡單位 然後他實際上有一個青年人政策平台 那他實際上有一個 一整年度的規劃的步驟 或是他的計畫 那他可能有 因為當民軍其實裡面有談到很多東西 他有把他分類一下的話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諮詢服務 那他像是他剛剛多成立 如果我們要談創業 然後他成立公司 他的那個行政程序的那個諮詢 然後或是他文化諮詢 或是他培訓 就是培訓的 對 他的課程或是什麼 今年的目標 或是什麼 所以他有諮詢 然後有培訓 那他有輔導 所謂的輔導也不是說 就是開一次或什麼之類 那他有沒有一個小型的 不少類型的輔導 小組可以去真正服務 真正有需要的人 那然後再到說 他可以就是到連結 就是怎麼跟旅台的青年做一個連結 就是都可以有一個這個平台來做 統籌這個功能 然後再到其他處是 或者是做一個很像連結 因為我覺得現在憲政最大的問題 就是各單位在做不同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做相同的事情 卻沒有共和共和共和 然後我覺得他可以 如果做相同的事情 各單位也可以分光合作 做一個橫向的連結 平台也是OK的 所以這是我對這方面提出的建議 好 謝謝聽了這個平台的建議 來請繼續 我們時間剩下20分鐘 請 大家好 建國董東 吳建東 我想從兩個層面 一個是螃蟹 一個是產業面 一個是工事面 那事實上7年是未來的馬種情況 那從整個兩個面下去討論的時候 我們7年的需求是什麼 在就是7年的目前所需求的調查 這個有個調查過 那這個平台有沒有建議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調查之後 能不能有所謂的提供資源 這個資源平台要給所有調查 曾經在這裡面提出來的這個部分 然後他有一些需求 另外 他如果要在地發展在地就業的話 事實上成家就業學習 一定能不能在地化 甚至延續到其他各行 台灣大陸甚至國際化學習 這個是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對於現有的一些公民的參與 還有一些 呃 這個 他的 身心靈的經產業思考 甚至有專家學證 給他們一些建議 他的專家是什麼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要縣裡面去整合之後 給這個青年整發展 會才有後續的一個機制 讓青年才看到未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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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